哈喽,大家好,仙气飘飘的扭扭棒莲花灯教程来了,快学起来吧 然后将花瓣顶端捏尖一点,再把每一根扭棒根根分明的理顺不要重叠在一起 然后给它这样子,再次铝参展,左手捏住根部 从花瓣根部3.5厘米左右,也就是一根半尺节长度位置 这里用较长的一根,给它绕圈固定上,好,按紧固定 然后呢,这个地方只需要留下0.5,其他多余部分剪掉 衔接处再给它按一下,再将每一根扭棒给它根根分明的理顺打开 再用大拇指打弯出弧度,这样一个花瓣基本完成 扭棒,同样是根根分明的理开 花瓣的顶端可以捏出一点点弧度,看起来会更漂亮一些 这时候拿出粉笔来,从花瓣的顶端向中间去过渡 过渡的面积只需要在花瓣顶端1 3的位置 每一次落笔都是落在花瓣顶端位置的 把手法是由重变轻逐渐的做出一个渐变过渡的效果 好,翻转过来,逆测以同样方法上色,从顶端向中间过渡 OK,咱们这样子一片花瓣就做好咯 这样的花瓣总共做20片,叶子总共做4片 取三根前黄色扭棒做花心,其中一根先对折 然后从中间对半剪开 然后两根扭棒分别再次对折 拉一下,并拢,再打开,再拿取其中的一根,量取8厘米长度 像这样子弯折过来 然后将它像这样穿过,另外两根扭棒向上提起来 左手捏住,上面两根扭棒交叉,拧两圈固定 固定好以后,把它们像这样打开 五根扭棒均匀的分开 分开以后呢,用其中一根与下一根交叉,拧两圈固定 好,再次与下一根拧两圈固定 再与下一根拧两圈固定 再与下一根拧两圈固定 好,直到把五根扭棒卡固定好,再次均匀分散开 好,分散成这个样子之后呢,起把这一根扭棒拉上来 打弯出一点点弧度,然后像这样移上一下进行盘绕 所谓移上一下就是这个地方从这根扭棒的上方跨过去 再从另外一根扭棒下边绕过来 再从这一根扭棒上边绕过去 再从另外一根下边绕过来 依次交叉的取盘 盘的过程当中呢,尽让它保持是一个圆形 以这样的方法循环的取缠到它 然后这一根扭棒快要用完了 再取一根给它连接一下 两根扭棒在顶端0.5厘米处交叉 弯着一个小勾勾,然后按压固定 按紧固定脑固 好,这个就是一个连接方法 连接好之后,依然把整根扭棒打弯出弧度 然后接着去进行缠绕 好,这个时候看一下这个圆盘的直径在多少 好,还有稍微的短了一点 你就再加入一根扭棒 在顶端0.5厘米处交叉 弯着一个小小勾勾勾起来 然后按压固定,按紧固定脑固 好,继续去盘它 好,差多合适了 我们再量一下 好,这里的直径大概4.5厘米就可以了 将一长一短两根扭棒在这里交叉 拧紧固定 固定好以后随着下边 一定是从圆盘的底部 再去与另外一根拧紧固定 再从底部这里与另外一根拧紧固定 依次给它固定好 好,把多余的扭棒给它这样按紧固定上 这里剩余的太长了,就剪掉一些 只留下一厘米就可以 好,再把边上的给它按到底部固定上 调整一下这个圆盘尽可能的圆一点 好,这样一个小花心就做好了 做三个不同尺寸的圆 直径4.5,直径5厘米,直径8厘米 举两根浅黄色扭棒,裁剪成均等的三段 每一段长度是在10厘米左右的 得到6个10厘米左右的小段 用其中的1 3分之1根做花心 量取两根直接长,握在左手手指尖 上面部分围绕着手指尖去绕圈 扭棒压低划过手指尖 剩下的尾巴塞进花蕊的底部按压固定 然后将多余的扭棒给它剪掉 这样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小圆球 这样的小圆球总共做6个,下来进行组装 好,我们先来组装花心的部分 先把材料包你的这个花蕊拿出来 顶端对整齐,将所有的花蕊从中间对半剪开 对半剪开以后给它放好 再拿出相对比较大的这个圆盘 倒过来 在其中一边先打上胶 然后取一些花心,一直粘贴上去 粘的时候花心的头一定要露出来 尽量粘整齐一点 重复这个方法去把整圈都粘上花心 好,全部粘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在小的花心的背面这个地方 给它打上一圈胶 中间也可以适当的打一点胶 再将它按压固定在大花心的背面 对整齐给它按压固定 再取一根黄颜色扭棒 把花心放到大花心的一侧之后呢 我们在边缘上给它打一点胶 在两个花心的中间缝隙出打胶 继续在两个花心的中间打胶 沾好一整圈之后,剪掉多余的扭棒 按压固定一下 再调整一下花心 尽量分布均匀一些 然后在这个小圆球上打一点胶 粘贴于花心的正中心 按压固定 在它的周边粘上另外的五个小球 一点给它按压固定一下 好,这样花心的部分就完成了 再取出一个灯串,打开 然后呢,将灯串小心翼翼的拆开 整个灯串给它拆散开 好,全部拆开以后 找到距离开关第一 第二个灯串 三毫米的位置 给它这样折过来 然后呢,上边这里的灯线 给它拧紧固定 拧成麻花状 好,拧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 剩下还有很长的灯串 我们把剩下很长的这些灯串 每间隔一厘米的位置 再像这样往上折一下 然后呢,在四厘米的位置 再回折过来 好,同样是将上边的灯串 像这样给它拧麻花拧起来 好,然后总共呢 折出这样13个麻花状的花心 再将首尾间隔一厘米 并在一起拧紧固定它 做完这一步 现在整个灯串是圆形的 然后呢,我们在花心的背面 这一面啊,给它涂抹上一点胶 围绕着边缘给它打一点胶 再把这个灯线给它沾上去 按压固定一下 然后把这个灯串 往正面倾斜 好,这个时候呢,花心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组装花瓣 花瓣的这一面 根部位置打胶 然后给它粘贴在花心背面 好,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按压固定一下 好,这一片花瓣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在另外一片花瓣的根部 这个位置打胶 对正的粘贴在第一个花瓣的对面 按压固定一下 然后在两边的正中心 粘上第三片花瓣 再粘上第四片花瓣 然后再插空粘贴上另外的四片花瓣 第二层依然是粘贴八片花瓣 第二层的花瓣是插缝粘贴于第一层花瓣 两个花瓣的中心处 再全部按压固定一下 接下来我们粘贴第三层 先粘贴上一片绿叶 根部打胶 插缝粘贴于上一层的两片花瓣中间 按压固定 一片绿叶之后呢 我们再粘上一片花瓣 一片花瓣粘贴好 再粘上第二片绿叶 同样是插缝粘贴于上一层两片花瓣的中心处 继续这样穿插着 把剩下的花瓣跟叶子都粘贴好 好 三层花瓣都粘好 就变成手上这个样子的 然后把灯串的头绕过花瓣 放到背面 好 剩下的这一节长乐 灯串呢就绕在花瓣的背面 不要露出来影响美观 好 然后取下一小节雨 把花瓣同样颜色的边角料 给它对折过来 取出牛酥 把牛酥挂在这个小沟上面 然后呢将这一点牛酥从花瓣 这个位置穿过去 穿到背面 好 起到一个固定的效果 这里一定在花瓣正中心 再把这里的两根小尾巴交叉 拧紧固定 好 给它按扁平 这样子牛酥就固定好了 然后呢 把水晶面给它捏成一长条 然后给它对折一下 然后 从 折横处这个位置把它剪开 然后就得到两个半条这样的水晶面 然后呢 再将这两条水晶面分别对折一下 好 中间这个位置呢 就给它们 对折 然后交叉拧紧 拧紧之后就变成这样子 四根水晶串 这时候呢 拿出我们的蜻蜓来 在蜻蜓的每个翅膀上 穿进去 一串水晶面 穿到每一串第三颗大柱子这个地方 利用它起到固定的效果 好 每一个翅膀上都这样穿上一个链子 同样是穿到第三颗大柱子的地方 给它起到固定的效果 另外两个翅膀上 以同样的方法去穿 好 穿好之后 停起来看一下 这里有可能大截堆在一块了 停起来看一看 顺便把它腻一下 好 停起来就变成了我们手上这个样子 然后再把每一条串桌最底下的这一根 最底下的这一根桌子 穿在第一层花瓣上 好 这样起到固定的效果 往上拉 拉到花瓣的顶端位置 好 我们因为只有四条桌子 所以说呢 我们是插开去放它 所谓插开去放呢 也就是说 间隔一个花瓣之后 再去穿一条水晶面 同样是拉到花瓣顶端这里 起到固定的效果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清体也让它摆正 同样是间隔一个花瓣 再加入另外一条桌子 好 组装好以后呢 就是像我们现在手上这个样子的 将这个链条直接扣进去 好 穿进去就可以了 好 在花瓣根部的位置涂抹上胶 把它粘贴在这个圆孔的逆侧 这样子 这样子能起到固定的效果 又能起到修饰的效果 好 另一个花瓣底部也是给它涂抹上胶 粘贴在圆孔的逆侧 这样子粘上来 给它按压固定 好 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的一个年花灯就完成了 喜欢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